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由陈毅担任 可是陈毅为人谦虚 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 又是上海市市长 职务够多了 推辞说 还是让饶术时担任吧 饶术时时任华东局书记 毛泽东于是吩咐让华东局进行讨论 饶术时得知此事后 主动找到陈毅 直接了当地说 你不当 那就让我来当吧 可是 事后他怕自己通不过 根本没将此事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进行讨论 就直接以华东局的名义报党中央 由饶术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后来 饶术时来到北京 毛泽东特地问起了此事 饶术时竟当面撒谎说 华东局几个领导同志都不同意 陈毅担任 只好由我来担任 这样 他骗取了毛泽东的批准 从此 饶术时又是华东局书记 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 比全国所有的大区书记和军政主席高一头了 但是 天望归归 后来 饶术时骗取华东军政主席之事 还是败命了 1954年 一次陈毅见到毛泽东 两人谈起此事时 陈毅讲了这个情况 毛泽东听后 深刻地告诫陈毅说 陈老总 不要伤风 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 要警惕非法活动哦 你推让 是不对的 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 也新家就不让 你让给他 就使党受损失 毛泽东的此话 让陈毅记了一辈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